立法院長韓國瑜才宣布休息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立刻帶領七席立委 佔領主席臺把行政院長卓榮泰團團包圍 舉牌高喊要把NCC代理主委翁伯宗 轟出議場 不只林毅君吳春晨在翁伯宗周圍叫囂 另一頭黃國昌步步逼近卓榮泰 民進黨立委立刻組成人牆拼命黨 民進黨立委林楚英被卡在中間動彈不得 卓榮泰一度捂住耳朵 但黃國昌還不罷休 來個三百六十度環繞 嚇得立委們急忙拿預算書 抵擋攻勢 不滿NCC組織法已經修正通過 翁伯宗仍繼續當代理主委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帶頭發難 要求院會確認翁伯宗被尋資格 癱瘓一程長達五十分鐘 但最終韓國瑜才是不處理 一連串的動作也哀酸 是因為民眾黨支持度腰斬 剩下百分之九 急著博升量 民眾黨因為柯文哲涉入弊案 支持度只剩下九趴 現在是想要故意轉移焦點嗎 請你不要一邊對著我噴口水 還用身體不斷地逼近我 讓人覺得不舒服 看說現在TVBS的民調說 民眾黨是負勝九趴 民眾黨迎來黨主席 柯文哲遭羈押後 第一個立院會期 沒禁忌主席不能咆哮的叮嚀 黃國昌帥同黨立委炮轟NCC 大刷存在感 只怕政治操作大於實質意義 三立新聞 黃澄博 江文賢 蔡孝瑋 六米軍小組 突然報導